法义共募福恩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华语 譬如未来是无有过去像 诸法已入世无有一切像 几林菩萨 赞叹佛的 你是说他自己的修行 这十林菩萨 就是十行位 十行位 咱讲的十住 十住完了就是住行修行 这个语言文字上有所差别 在意理上就是一个 十行就是一行 一行什么呢 关什么呢 关住法皆空 没有三四像 这讲三四啊 过去现在未来 来做比喻 如果他讲的是无怨无作无相 无相吗 还有什么未来过去吗 就没有了 所以说未来是 过去是 未来还没来呢 来了也无相 过去 过去的也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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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三四了 一切诸法都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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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三四了 一切法都是 离所有相 见法自性 在自性上 没有分别的体相 就是住法 离一切 能一所以 选法的性体 选法的性体 因为在住法的本身 住法的本身 无性 那么他所依的理 那是真的了 那个是无相的 无作的 一切住法 一是他所依的理 是有相 没有别的自性 所以说相无 是有相而相无 这欲啊 一切住法无自性 不论哪一法都是 不论是 灭盘不可取 唆使有二宗 住法以赴言 分别有书役 说 不要产生疑惑 就是涅槃法 咱们说涅槃法 是不生不灭 不生无灭 因为说 说个不生无灭 它没有相的差别 离开体 也没有有 也没有无 离开你分别 离开你的分别 就没有解决相了 什么生死涅槃啊 什么生命不生命啊 一切住法 皆空 这个达到的体性上讲 从现先 相信这个心 完了 依着这个心 而能成就住 使信满了 信满了入住 这个住了 发菩提心 只是发心 死住都是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了 以着这个菩提心 来去行道 行道的观 观菩提心 自己所发的愿 所发的大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就是个觉 就是觉悟的觉 什么一切事物都没有 要是应物 对接都是假的 乃瑞住法的 真书二帖啊 离世法界啊 唯一真理 瓜显真理 如一所属物 这是数字啊 而又与能所 能所 因为所属的事物 都是与能所的 毕竟无所有 无事了之法 而你要应识一些法 没有一个能知的 知与所知 在界上的不要去怀疑 不要去分别 有能知 就有所知 离了所知之物 没有能知之数 无有能所 为什么呢 彼性无所有 一切诸法的性啊 没有 要这样来了知一些诸法 这是了知诸法的体啊 譬如算术法 争议至无量 加减乘除吧 就是说一个字 算就是个加法了 从一 加到无量 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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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呢 他以识就圆满了 一字诸 一字识 一字识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到识完了 还得说一 一切都从一上开始的 从一证到无量 这假的啊 没有实在的啊 没有体性的啊 书法无体性啊 有你的智慧才有差别 智慧差别是对基说的了 对自体的本身来说 没有的 一切没有 智慧有什么像吗 有能做有所做吗 没有像可得的 无像也无作者 无有能做 也没有所做的事物 体入住世间 节烧有中进 这个世界 节火烧眼 是画了世界进了 没有了 就是大三灾上说了 大三灾上说了 最后归于空 空二是小劫 完了以后渐渐成 这是数字来回循环的 但有这个节烧的 跟节住的时候 虚空没损坏 虚空有什么随望吗 你烧烧不得虚空啊 看着一些众生 有生灭法 有能有所 那佛菩萨是能度的 一些众生是所度的 但是佛本身 有没有个度众生的愿 咱们讲经历都有 但是菩萨行这 菩萨道的时候 他这都取消了 取消了的是 灌修灌的时候 不要起点执着 虚空没有承住 也没有损坏 虚空没有 一切四千像 生住一面 那是四千像 空的 最后都是空的 形容着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 看一切法都是虚妄的 虚妄没有本体的 达到它的本体 就是佛字所显现的 一切的妄法 一些成话呀 说个有假的 才说有个真的 有四千像 才说虚空像 因为众生有许多妄 说佛的真 说佛的真 佛陀就翻个觉悟的觉 觉是什么样子 没有形象的 这样的入世观 入世观 所所显的教义 教理 佛度生的一些法 都是权的 权桥 权法 不是实法 权法呢 就是生灭门 心的生灭部分 咱们讲大乘洗学论 心有二法 一者心真如门 二者心生灭门 如果讲到身真如门 是一法都不利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真如了 一真法界了 而讲到心生灭门 那就有佛 有众生 有实法界 佛有度众生 说十方众生 都是虚妄相 乃里祝福法界 也是虚妄相 这是世间妄分别 一切世间相的虚妄分别 佛的智慧上得如此 其他都入世了 佛制也入世 就是随心妄取 佛无一相 大概三十二相八 那当然没有了 佛无一相 所以这些个 有意象者 都是世间上的虚妄的分别 不是真实所有的 因为讲虚空意 这个不是那个空 形容的第一意 第一意 是空的 空的 空的就是 没有的虚妄分别 没有差别 空还有什么分别吗 空就不起分别了 精进会菩萨 他所 赞扬佛的 也是他自己 在这个会中 表达他所正德的 他所修行的 他也以此嘛 利益重上 第十灵菩萨的第七 利林菩萨 而是利林菩萨成佛为利 普国十方 而说送严 利林菩萨 是表示他的修行 他的功力 有一定的力量了 就是成效将进佛位了 还没有成佛的 他所说的 他所说的 祭送 赞扬佛的 也是赞扬佛所修行的 他自己也如实修行 一切众生界 皆在三世中 三世住众生 习住五运中 住运业为本 住业心为本 心法犹如患 四间也如实啊 利林菩萨 他普关十方 而说送严 成佛的加斯利 他这说 他所赞叹的 这显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智慧 是理想的 佛所证得的是理想的 没有言说的 一些众生界 包括九界了吧 一些众生界 皆在三世中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有的众生过去了 有的现在还住世 还有的未来世界的一些众生 这些众生 以神为本 就是一些众生 他的生活 他的肌肉 以神为本 不是过去的众生 现在的众生 未来的众生 以三世 过去世的 未来世的 这三世的住众生 都是以五运为神 都住在五运中 五运嘛 就是色寿 想行识 都不舍离开这五种吧 一些众生 五运怎么来的呢 五运就是什么起的呢 住于业为本 造业了 这里头包括造的善业 造的乐业 都有了 住众生的种类就复杂了 这人前头讲的很多了 这寿寿 在寿想行识 是根据他起货造业 所以得到现在的国 货业 因得到的国 个个就不同了 为什么要起货造业呢 这业有什么为本呢 是心 咱们所说这个心呢 现在这个心呢 是实 是八实的实 善乐业 它的根本 这业就是业实 业实就是五运的根本 这八实的本 又是什么呢 就是心 心为本 但是这个心呢 心法犹如幻 像幻术一样的 追到心呢 就拨上追了 心就没有了 是吧 一切众生界都在过去 现在未来三四周 所以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众生 都是因为 色寿想行事 五运塞法 所形成的 这五运 是根据他 无量节的业 造的业 所形成的 业为本 业呢 一切伙业 起之于心 心为本 心法呢 就是幻术一样的 如幻 这咱们讲大乘起身论 一心过而起身万二门 一者心真如 二者心生灭 心生灭就是业为本 以这个业心为根本 产生的种种的 三界啊 三四啊 一些祝法 那这心法呢 入幻 最根本的入幻 所有世间一切 皆入幻 所以说 无相 无作 无愿 就这么来的 你要修灌的时候 可以修两种灌 现在我们是织末的末 要想还本还原 就舍末归本 舍末归本 就还本心原灌 第一个灌 众生的性 生在世间上 是空的 二元所生的 二元所生的 生 就没有所生 虽然生 有能生 有所生 这都是假的 能生所生 不存在的 就无作冠 这是有情世间 一些世间 生物所显射的 无情世间 就是气世间 这气世间 有情世间 正觉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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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指佛说的 这一切世间 全是无常的 显得是无常的 你这么推球吧 推球一些众生吧 产生有五蕴 五蕴是和和的 和和才有我 五蕴非分离了 分离我不存在了 五蕴是由业 结由业嘛 业国本空 明国是空的 也不存在 那业是你的心 心外无法 明了这个心了 心以外什么都不存在 因为什么呢 铁蝎 如换过 这个本体 这个心 是虚幻不实的 没有 重行的忘记 这就要 不离于性空 显示中道 诸法无自性 虚幻不实 非有非无 那这句话就是 在你修行的 观想你这个心的时候 观想他心真如 如如那个真体啊 是不动的 那么你所依靠的都什么呢 依靠不实的 真实的没有得到 依靠都是不实的 依靠心生灭 心生灭都是晃晃的 不实的 说一切世间 除世间 都是依靠心生灭而建立的 那心生灭 但你观想修道 究竟成就了 归了心真实了 那叫心真如门 就是一心二门三道 这个道理 启静论就是 一直花眼睛而注的论 根据造理 就把这个道理 就就明白了 这世间怎么来的呢 世间非自作 不是世间 做出个世间来 那是谁造的世间呢 没谁造的 根本世间就没有 一副非他做呀 不是自作 也不是他做 那为什么要有个世间呢 这是幻幻的 不实的 世间相是不长的 不是长法 世间相 是可坏相 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不同 有的不是实在的 不是实在的就换了 我经历这个时间不长 从降生到现在才90年吧 这90年变化的世间相 太多了 可是10年一变化 10年一变化 50岁的人看看 这50年的变化 整个世界就在变化 但这还是有形啊 像咱们现在这个海啸 把这些人一吞进去 人也没有了嘛 那海啸 所以把那个地底也动了 如果大的板块 这一干啥 天翻地覆 没有了 整个都没有了 小入室 大也入室了 咱佛教讲大三灾 人家听起来不现 但是事实是就是这样子 跟这一样的了 海啸 海啸就三崩 三崩就陷下去了 没有了 真是小点了 连小三灾都不是了 哪里做例子了 这不是有 看着是有 它可以没了 大海可以干 整个这个地球 大三灾 火灾一烧 什么都都输了 风一吹 没有了 所以不是自作的 也不是他做的 他怎么藤秀的呢 怎么有成坏呢 万伐为心 众生心 一切入梦荒荒荒 是正常产生的 三色不存在的 这三色不存在 还可以这样讲 咱们现代人 这是咱们现色 咱们的未来人 咱们的现代不存在了 未来了 像我们 你活到五十岁了 你四十岁的时候 那个现在时候 到五十岁了 那个成过去了 成了过去了 你到六十岁 五十岁又成过去了 这种来回心转 一切没有时代的 没有时代的 看见四十岁又成 但要坏啊 这咱是重 重完了坏 坏完了就空了 成住坏空 空了完了又渐渐渐渐又形成 形成完了又 又有了 有了完了又坏啊 渐渐坏啊 就是成住坏空 成住坏空 寻流不写 住法常入室 但是同是假的 假的 等你悟到你的心了 才知道 如果等你把四肩像印实了 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知道这个四肩像成坏 没有 也没有长 也没有坏 要了达四肩法 微信所限的二句空 二句不应说 这些形容我们说 就让佛门讲空的 他不懂得这空的含义 把这佛门所说的空 讲的空 根本四肩像是空 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跟这说法是两样的 现在有这 邪觉之 跟那天人所见的 他们所有的 这个夜暴上头 所理解的夜暴 天的夜暴 外道夜暴 六道轮后的夜暴 各的暴不同 国暴的暴 所感觉暴不同 有种种差异 那暴呢 就是他自己的阴 他的阴 他的阴呢 有因为他的夜 叫夜阴 夜暴所受暴的 所感觉暴的国 在国上看着是游 实际非游 暴进了还原 还原又回归 就咱们刚才讲那个 要能够修道的还原 就成就佛 成就佛道了 佛道了 那这个呢 是无上的因果 也属于因果之类的 没有无因之果 有因必有果 又无果之因 但是因果根本本身 都是不存在的 就是微心时所现 微心时所现 这些个果报因缘 是从夜生的 夜是你没了心 而生的 那悟得的心 又还原了 这个苦 又说受苦 是自做的吗 是别人给的 别人他做的 今可以掺 外道问佛 说这个苦 怎么来的呀 福不答复他 不答复他 为什么福不答复他 这需要掺了 掺了 这是信者 信者就是 我们三宝弟子 这些问都是外道问的 外道问的 就在因缘一切诸法 那外道问佛 有个家舍 裸体外道 裸形外道 他问佛 他说 苦是如何来的 是自己做的吗 是别人福加给的 苦不是我自己做的 是别人加给我的 是不是这样子 福不答 苦是自做的 不是接受别人加给的 福也不答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了达世间者 二十二不应说 如果你把世间相都了达了 这两种 要你自己去修道 去掺 我们把这个语课说 一切诸法 全都讲了 都是业所造成的 业是谁造的呢 业是自造的 为什么要自己造业呢 这就要掺了 掺了就是 为什么我要造业 那你一天 所有的你的动作 你在干什么 每天都造造业 这我们整个眼睛 清明了了的 知道我是造业 我睡觉了 睡觉还是在造业 一般我们的业 总的说 定用两种吧 一个属于善 一个属于乐 善乐两图 如果夹一个呢 夹一个作业呢 那就非善非乐 也不是善也 也不是乐乐 这两种啊 你要了达世间的真实 二句不应说 所以佛不答呀 不应说 不是说的含义是什么呢 叫你自己去掺 叫你去思维 这样我们在启信念讲 一个心真弱 心真弱 反本还原 清静无言 存散无言了 存散无言了 是清静的了 没有言就 清静也拦不上了 清静是对言说的 言是对静说的 无言不会说静 无静也不会说言 无声不会说死 无死也不会说生 所以叫有生死 无生死 二句不可说 这叫修行呢 入世关 关了之后 你就懂得了 懂得一些助法 就入世 懂得什么了 也是信空 信空不可说 为什么 苦是空的 只苦 才是空 福布达的意思就是空 说一切苦难 是自己做的吗 还是艺术成就的 是他给的吗 这些都不搭的 实体经论讲 是因缘是相待的吗 是对待的吗 因缘所缘 因缘所缘 就是对法 明理 说因缘互相的合合 而生住法 必须有因有缘 有因有果 因是问果这说的 因是问果说的 自作不可以 他做也不可以 共做 那叫无因做 也不可以 说一切助苦 一切助苦 果上不然 果上不这样子 果是不是自己呢 果不是自己 果不是自己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苦果 果是我吗 不是啊 我这又造了因了 这个果已经没有了 所造的因 因的果还没来呢 但是自作的吗 他做的吗 还是无因做的吗 还是和和而生起的吗 全都不是 都不对 果非自 是因成的 那因就是我了 因也不是自己 不是 因也不是 果也不是 把果来作为自己的体 不可以的 现在我们经常这样说了 一般的小城教育出学佛的 说我这个心体啊 说我前生做的 善业也好 乐也好 果报 解成这个身体 这个说不成立的 不成立 不是从他的 果是受因的 因多种 因是多种 那不是无因吗 不是的 有因的 因不是自己 所以 因不是自己 因成的果 果也不是自己 那原成的 原成的 原是他 不是自己 因是家 原是他 前因 前缘 就排前 因也不是 缘也不是 假的 缘 跟因 违背 不是真的 假的是 无用 不能成就 就说到无用 这个道理啊 昨天咱们讲那个 因明论里头 嗯 不是在这个 论的教育里头 辨别这个问题的 嗯 在这个论里头 在咱们这儿 讲这个事 这些不说的 不说的 一切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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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的实行 他讲一些众生界 一些诸佛界 乃至一些无运 运的是业为本 那业又是心为本 一讲到心法入患 到此为止 那世间 是自作的 不是 世间 一些世间 是世间自己成就自己的世间吗 是自作的世间吗 不是的 他加入的吗 他成就的吗 也不是的 那他怎么成就的 这问题复杂了 嗯 这研究 这叫阴明 明白他的阴 怎么成就的 明白了是假的 为啥呢 有成一定有坏 成也是假的 坏也是假的 一切世间 也不应该说的成 也不应该说坏 二句不应说 这两种都不该说 因此我们刚才说 那外道来问佛 佛不答他 因为这二种句不应说 云和为世间 云和非世间 世间非世间 单是明差别 告诉你了 什么叫世间 没有 世间都没有 非世间也没有 世间非世间 是假明而已 单是明差别 过去现在未来的 三世的五蕴法 五蕴嘛 就色胜相为处 这五蕴法 拿这个来说明 是为世间 五蕴法为世间 禀灭 五蕴法灭了 非世间了 世间灭了 单是留个假明而已 假明而已 你倒在灵墓上去 一个石头牌碗 上去一个假个名字 一个石头牌碗 一个名字 几万个牌碗 几十万个牌碗 但假明而已 食物已经没有了 但是假明了 但是明差别 咱们中国还很少 我到美国去了 公墓啊 一个公墓里头 有几万的 有十几万的 有几十万的 越战的 韩战的 单独有单一个公墓 就那个军队的死亡人 一个人这么大个小牌碗 一个石头牌 一个石头 一个牌吧 五蕴 瓜有个名字 什么都没有 咱们一定要 底下 里头有个 有个丝骨 有个死灰 灰骨 上头立个牌 他这没有 底下什么都没有 就上头一个石牌 就代表了 四孤也聚无了 所以世界 你一看到这个 就想起了 这公墓里头几万 几十万 一个石头牌 只要用这块土地了 拿推土机一推 石头牌全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就变化了 没有了 但是假明 以后的假明都没有了 假明都没有了 一带几万人 几十万人 一带一带的 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一带一带的 都没有了 这就是假象 世间假象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金吉林省 生于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随膜雷泽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督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互生协会 互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互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养奶妈和抱孤儿 在一座大山脚下 有一个小山村 阿石的家院子里养着一群羊 突然 那群羊显得有些惊慌 一边大声叫着 一边焦躁地在羊圈里跑来跑去 哎呀 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家伙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阿石 羊群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刚才还好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样焦躁 就像是遇到了野兽似的 啊 阿石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嗯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挠我们家的大门 不会是邻居家的那只大狗吧 那只大狗 总是喜欢吓唬我们家的羊 没想到 他胆子那么大 竟敢跑到我们家来 吓唬羊群 看来 我必须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才行的 当他打开大门后 顿时被吓到了 在门口 有一只豹 正趴在那里 双眼死死地盯着他 啊 豹 豹子 嗯 赶快关上门 赶快关上门 嗯 妻子回过神来 急忙将门关上 然后 夫妻俩透过门缝 看着外面的那只豹子 怎么回事啊 这只豹 怎么会从山上跑下来 而且 跑到我们家门口啊 他不会 是想吃我们家的羊吧 我想不会吧 我早就听说 山林里有豹子 但却从来没有遇到过 而且 我在山坡上放羊的时候 他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今天 他怎么会跑进村子里呢 老公 你看 这只豹子受伤了 阿石听后一愣 然后仔细看去 只见那只豹子的一条后腿 血肉模糊 还掉了一截前爪 阿石将门打开 走了出来 天啊 他伤得可不轻啊 老公 你怎么把门打开啊 他已经伤不了我们了 作为猛兽 前肢受伤了 还能勉强奔跑捕食 可后肢受了伤 重心就无法平衡 很难再生存下去了 他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谁知道呢 也许是被猎枪打中的 也许是和野猪打斗时 被野猪的獠牙顶到的 或者是和豺狼 争抢食物时受的伤 不过不管怎样 他伤成这个样子 只有死路一条了 是啊 不过我真搞不明白 他都伤成了这样 为什么还要跑下山来 到村子里 你瞧他 瘦得只剩皮包骨了 哦 这还是一只哺乳期的母豹 可怜的家伙 老公 你要做什么呢 他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拿点东西给他吃吧 看来他真是饿坏了 不过我们管得了一时 管不了一世啊 怎么 还想要吃吗 那豹子突然一侧身 一只像小猫一样大 刚出生没多久的小豹子 出现在他们面前 哎呀 原来还有一只小豹子啊 他这是在做什么 看来他一大早 从山上跑了下来 并不是想要偷窃我们的羊 也并非要来伤害我们 而是想找个好心人 将自己还未断奶的孩子 托付出去 不会吧 我只不过是 给他一点吃的 他就把我当成好人 豹子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帮你养孩子呢 哎呀 他不会是我曾经救过的那只豹子吧 啊 你曾经救过他 嗯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 他还是一只像小猫一样大的小豹子 当时他掉进了一个深坑里 无法爬上来 于是我便将他救了上来 我想他就是在那一次记住了你的味道 所以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的羊群 现在他快不行了 为了自己的孩子 他找到了我们家 希望你能收留他的孩子 阿石 阿石听后看着那只豹子 那只豹子用充满期待的目光 凝望着阿石 他呼吸越来越急促 越来越困难 但他仍执意地战动着 竭力把豹仔推到阿石面前 哎 好吧 我就收留他吧 那只豹子见后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接着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母豹在临终的时候 将这只吃奶的豹仔 托付给了阿石 碰巧 阿石家里有一只哺乳期的母羊 而小羊羔前几天刚刚死掉 于是 阿石便让这只母羊 当了小豹仔的奶妈 真是不可思议 羊竟然在喂养豹子 羊和豹子可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更不可思议的是 母羊给小羊喂奶 都是站着喂的 可你们家的这只母羊 怎么会像猫狗那样 躺着喂奶啊 是啊 豹仔和羊羔吃奶的习惯不同 如果母羊站在那里 小豹仔根本喝不到奶 为了让他喝到奶 母羊便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躺在地上喂他 这么说 他可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奶嘛 而且还是对一只豹子如此用心 这真是个奇迹啊 他哪能心甘情愿地给豹子喂奶啊 是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母羊的尿液把小豹仔全身仔细地擦了一遍 然后将那只母羊的眼睛蒙上 蒙住眼睛的母羊 从他身上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后 才开始慢慢地给他喂奶 喂了一段时间后 这只羊便彻底认可了小豹仔 即便不蒙住他的眼睛 他也会像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喂养这只小豹子了 阿石 你可真是有办法啊 渐渐地 小豹子睁开了眼睛 他非常顽皮淘气 整天在羊群里钻来钻去 甚至还学着小羊的样子和小羊膏互相顶脑门 阿石 你可真有本事啊 好好的一头豹子 硬是让你给养成羊了 哎呀 你们听 他的叫声也在学羊叫呢 他不会真的要变成一只羊吧 那怎么可能啊 豹子终究是豹子 他可不会像这些羊一样吃草 我每天都得喂他一些 带荤腥的饭菜呢 是啊 豹子终究是豹子 阿石 你把他和羊群养在一起 可不明智啊 万一有一天 他恢复了兽性 将你的羊吃掉了 那可就糟糕的 怎么可能 他从小就和这些羊生活在一起 在小豹子眼里 这些羊都是他的亲友 我认为 他是不会伤害这些羊的 众人听后 一起朝那只小豹子看去 这时候 羊奶妈来到了小豹子身边 然后爱连地伸出舌头舔着他 小豹子见到羊奶妈 高兴地用小脑袋 在羊奶妈腿上蹭来蹭去 转眼间 小豹子长大了 他已经长得和成年羊一般大了 但他依旧喜欢和那些小羊 一起嬉闹玩耍 羊群中 小羊低着头 用刚长出来的鸡脚 朝小豹子顶去 小豹子灵巧地一下子躲开了 小羊一愣 然后继续低着头 朝小豹子顶去 小豹子快速一跳 一下子跳到了小羊的身上 小羊被压倒在地 小豹子玩笑一般地咬了一下小羊的脖子 可是现在他的牙已经非常锋利了 轻轻地一咬 羊便流血了 新鲜的羊血 一下子激发出了小豹子的兽性 它沉睡着的食肉动物的本性被唤醒了 小豹子激动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热乎乎的羊血 小羊奄奄一息地微弱地叫着 众羊见此情形 愤怒地朝小豹子咩咩地叫着 小豹子丝毫没有理睬 仍埋头津津有味地铁食着羊血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赶快放开它 哎呀 恶魔 它变成恶魔了 快跑啊 快逃命啊 你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你这个家伙 你竟然敢吃羊 小豹子看到愤怒的阿石 显得一脸委屈 它像个瘦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凹咪凹咪地叫着 朝羊奶妈靠过去 羊奶妈生气地抬起蹄子 朝小豹子狠狠地踩了一下 小豹子痛得凹凹叫着 它蜷缩在那里 眼中含着泪 委屈地看着羊奶妈 羊奶妈看到后心中不忍 于是凑了过去 一边咧咧叫着 一边用羊脸轻轻地蹭着小豹子 今天小豹子竟然咬死了一只羊 虽然它不是故意的 但它尝到了鲜血的味道后 就激发出来它原有的兽性 我看我们以后不能再继续养它了 是啊 它终究是一头豹子 我们这样将它养在家里 实在是太危险了 没错 我们明天将它送到山林里吧 那里才是它的家 嗯 第二天 阿石和妻子便将小豹子送回了山林 从那以后 他们就再也没看到小豹子了 自从我们将小豹子送回山林后 就再也没看到它 也不知道它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了 它从小在羊群里生活 突然到了野外 能生存下去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 毕竟它是一只豹 在山林 能和它对抗的野兽并不多 不过我听说 最近山林里出现了几只豺狼 小豹子如果遭遇到了那些狼 可不是闹着玩的 哦 怎么回事呢 不好 狼 狼来了 糟糕 今天出来 我连把柴刀都没带 你赶快回村子里 找人来帮忙 我来拦住他们 阿石 你可要小心啊 这几只狼飞快地冲进了羊群 而手中只有一只皮鞭的阿石 根本无法阻挡这几只狼的攻击 你们这些混蛋 赶快给我离开 三只狼分开躲避着阿石的皮鞭 阿石 故此施笔 这时候 一只狼朝着羊奶妈一下子扑了过去 羊奶妈一下子被扑倒在地 他发出一阵阵惊恐的惨叫 哎呀 不好 这些狡猾的狼 那只狼张开嘴 准备开始咬羊奶妈 而羊奶妈 只能绝望地发出阵阵叫声 这时候 一声震耳欲聋的 啊的吼叫声 传了过来 那三只狼愣了一下 急忙扭头 寻声望去 只见一头强壮的豹 像闪电一样的冲了过来 他瞬间跑到了 暗倒羊奶妈的那头狼旁边 然后一下子将其撞飞 接着 他朝着那只狼大吼了一声 那三只狼吓得立刻后退了几步 然后盯着豹子 看了一眼后 转身跑走 豹子看到狼跑走后 转身看着羊奶妈 他的表情立刻变得温顺了起来 并且发出了 嗷咪嗷咪的叫声 啊 小豹子 原来是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原来是他 是小豹仔啊 他还记着将他喂养大的羊奶妈 念佛商净土 啊 自助于 摆